第2節投資有道的時間 加拿大中央銀行昨天議息會議上宣布將隔夜利率調高到四分之三 在央行兩個月以來二度加息 兩次的幅度都是四分之一 央行同時調低加國經濟增長預測 央行全球及加國經濟增長亦發表聲明 堅持本國經濟健康情況 足以頂得住加息到現在的水平 究竟加息的措施對浮動利率和借貸大影響在哪裡 原因是各大商業銀行在央行公佈加息後 都會將最優惠利率分分上調 究竟對暗夜市場影響在哪裡 要跟大家分析一下 Anthony先說回加息那裡 其實你覺得為何這次央行又會加息 現在的情況是否有條件來加息呢 其實這次加息我可以說是眾望所歸 不是說大家都想加息 而是說因為在… 大家都預料了 大家都預料了 其實根本上中央銀行行長 麥卡尼已經在4月份的時候 已經說了加息已經在所難免 一定會加的了 結果在6月1號就開始實現它的承諾 就加一次 然後在6月份的就業數據出了之後 變成大家已經有一個心態 都可能會再加 只不過是因為上次6月1號已經加了 4分1厘 希望今次也是加4分1厘 結果大家就如大家所願 互聯繫也都加了 只不過是加了出來之後 就沒有驚訝也沒有驚喜 其實看回我回來很有興趣想知道 就是為何既然對加拿大的經濟向下調 就是指望向下調的時候 都還要加息呢 其實它是智商矛盾了一點點 其實內裡會不會有玄機呢 其實就是為何它不再加多些 或者索性不加呢 這件事我都值得大家深思 首先看回加拿大的通脹 其實中央銀行經常都說 很怕加拿大的通脹有通脹 其實加息是抑制通脹 其中一個有效的方法 譬如我們看回 在4份到6月份的新登職位 分別為10萬9千份和9萬3千份 而央行逐個調查顯示 大概有一半數企業 是會在未來12個月內 是會增併人手的 而只不過削減人手的企業 大概是不到10% 那個勢頭好像很好 每個企業都對未來自網 都很有信心 但是大家不要忘記 美國的經濟還是處於疲弱狀態 大家都不是太 大家看得比較淡 只不過就是 我們再看回 因為再輪到加拿大 我們怎會不可能不被拖累 一定會有多一些影響 所以再加上目前的就業數據 根本上我個人來說 這是暫時性的數據 其實加拿大的失業率 仍然處於7.9的水平 是比較高一點 還有另外一個很重要的數據 我們不可以忽視 就是房地產的成交指數 房地產成交指數就是 譬如看回在6月份和5月份的成交量 其實已經跌了8.2% 比起上年年底最高峰的時候 跌了25% 這個數字都很厲害 所以就是說其實 不過這樣說 其實這次加息 四分之一是很輕微的 因為利率還是處於比較低的位置 但是 因為中央銀行也知道 如果的息口加太多的話 加太多的話 本身就是它那個市場 怕消化不了 所以就它這次 這次來講 其實我覺得它的動作是 它做一個只不過是想提醒國民 是多於一個實際意義 因為他也想提醒國民 就是說 是時候大家留意一下 自己的債務 是不是很厲害 是時候應該減少 希望可以減少 將來加拿大的破產降下升 其實剛才Anthony有提到 就說 這個樓市方面 表現一般地 失業率仍然 都相對是一個比較高的水平 再加上 美國的情況 也不是那麼理想 變成其實 對我們加拿大來說 都有一定的影響 其實在那麼多的因素 影響著之下 接下來那個消化搜查 或者下一次 9月的議式會議的時候 會不會說 又再加息 或者加息的部分 可能會暫定一次 其實這次它加四分之零 其實是 給這個位置自己走的 它開兩道門 走兩邊 如果經濟不好的話 它就不加了 OK 那它都加了 是不是 但如果經濟好的話 它再加多一點 就是這樣 它不會加太多 可能暫時來說 還要 所以央行都要再看緊一點 究竟 接下來一兩兩月 那個情況是怎樣 之後才再決定 沒錯 其實 講說這個息口 現在不加不加 都去到四分三里這個水平 其實對我們現在的經濟來說 又說失業率都相對的 又較高 樓市又說一般 其實現在對我們的經濟來說 在這個息口水平 四分三里 是不是一個可以接受 或者真的好像卡尼說 是可以 我們承受得到的一個水平呢 其實我覺得 從實際的那個數字來說 即實際的那個承受能力來說 我自己個人來說 覺得是能夠承受到的 因為問題就是現在 目前來說是人的心理 覺得那個影響很大 但是當那個時間 慢慢消化了之後 是能夠承受到的 因為本身的利率 不是太重要 就是真的 以及相對仍然是比較低 是 我想講講 對這個案件市場的影響 很多朋友可能有想過 或者要折業 或者買樓 其實對那個樓市的影響 今次這個息口上調 會有些什麼影響在這裡 其實對 反而那個息口 我覺得影響不是太大 最令人關注 就是銀行自己本身 究竟怎樣去處理 每一件的借貸個案 據我所知 現在銀行借貸那方面 是收緊了的 主要是 可能配合中央銀行長 那方面的 以及他們對未來的經濟指望 是比較下調的指望 所以他們各方面的收緊 是會有少許的影響 對於一些準備 可能要去買案結的人 有些什麼的忠告 我覺得這個時候 是時候想想 譬如將自己的浮動利率 轉去固定利率 或者各方面 就是預先向銀行鎖住 鎖住了利率 預先做好這方面的功夫 大家可以參考一下 這個時候 要結束今天的節目 多謝大家 明天同時間 直到九點鐘 繼續和大家有財經360 再見